大家好,我是阿柴 我发现最近有一个规律 每到礼拜六的下午 我都会花时间去做一些游戏相关的视频 这是因为每个周六下午家里面比较清静 孩子去上课外班了 下午比较清静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几个 2A模拟器的渲染器 一共有八款 这八款渲染器都是CRT的渲染器 就是那种老电视的效果 一个是看看它的效果 二是看看它的占用率 其实2A模拟器它自带了很多渲染器 这些渲染器和响卡 以及2A模拟器的显示驱动有很大关系 我现在用的是比较先进的显示驱动 用的是Walkan 分辨率用的是4K 3840×2160 不同的渲染器需要不同的显示驱动给予支持 Walkan算是比较先进的 它可以用比较先进的渲染器格式 为什么挑这八款呢 这八款是我从国外论坛或者是国外视频网站的评论里面看到的 他觉得这款比较好 另一位觉得那款比较好 至于哪个好 我们来看看就知道了 先说一下我的电脑硬件配置 因为最近有一些变化 换了一个4K的显示器 所以最近录制视频基本上都是4K的 显卡是AMD的RX560 4G的 我感觉他玩这种模拟器游戏 性能不算特别富裕 现在RA我选择的是Walkan驱动 RA模拟器的渲染器 它有三种类型 一个是CG的 还有一个是GL SL 还有一个是SLANG 这个在之前的视频里分享过 现在我用的是比较新的SLANG的这种格式 像皇家的渲染器在这几个里面全有 不同类型的渲染器需要不同的显示驱动支持 要选择不同的显示驱动 我们先来看第一款渲染器 它叫CRT Aperture 中文是光圈的意思 各位看画面就可以了 不要看我打得怎么样 我玩这种游戏就是一个很入门级的水平 非常的出奇 这款渲染器 我显卡的占用率差不多是80%的样子 算是比较吃显卡 具体的效果呢 各位自己评价 我在这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款渲染器 它叫卡利加里 这款渲染器的GPU占用率是60% 比刚才那个Aperture要低一些 具体效果各位看画面 我的这台台台式机的CPU是E3VR 四核八线程 比较老了 但是玩这种渲染器游戏 它的占用率并不高 占用率比较高的还是显卡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款渲染器 叫Easy Mode 这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渲染器 对显卡占用不高 但是效果还可以还不错 比较适合低端显卡 刚才说到显卡还没说完 这块我新买的二手的RX560显卡 它的3D性能相当于750Ti 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 性能并不高 另外它支持4K的硬件编码和解码 我在用OBS录屏的时候 使用的是AMD的硬件编码 4K H265 所以在任务管理器里面 可以看到显卡的硬件编码的占用率 是80%左右 上面那个3D性能 是玩游戏所占用的性能 这个性能根据不同的渲染器 它的占用率是不一样的 有的比较低 有的比较高 像之前分享的那叫皇家渲染器 那个就占用比较高 我这次和大家分享的这8款渲染器 它的占用率都要比皇家的低 但是显示效果 显示风格都类似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4款渲染器 叫几何 这款渲染器的特点是扫描线会重一些 它的显卡占用率 那个3D性能的占用率 是在69% 70%的样子 其实我觉得吧 这种老游戏 不管是8位的 还是16位的 哪怕是32位的 它们的分辨率都很低 在如今这种高分辨率 打屏幕显示器上 它的那个丑 非常容易暴露出来 就是大马赛克 它得需要加很多的效果 才能把这个丑遮住 其实这种画面 这种低分辨率 更适合在手机上玩 因为手机的屏幕比较小 即便是比较低分辨率的游戏 也看不太出来 那个丑它自动会被遮掉 但是大屏幕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看一下第5款渲染器 它的名字叫赫连 这款渲染器 我的感觉是 它有隔行抽线 那个抽线 另外比较柔和 整个画面给人感觉 像那种电影的感觉 比较沉稳的电影的感觉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款渲染器 据说用手机玩这种老游戏 因为最近我看抖音 有很多这种 安卓手机上玩老游戏的软件 虽然我还没有使用 但是我也不想用 为什么呢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手机屏幕很小 看着很累 不如大屏幕看着舒服 哪怕是27英寸的显示器 或者23英寸的 也要比手机那种 五六寸要看着舒服 省眼 第二呢 是操作 毕竟是在屏幕上操作 或者用蓝牙接手柄 这个我没尝试过 可能会好一些 如果是在屏幕上按 我宁可不选择 太不舒服 第三呢 就是性能和散热 像这种怀旧模拟器 也有安卓版 也有PC版 要想得到比较好的画面 好的画质 它就需要一些渲染器 安卓也是一样 这个渲染器是需要 显卡或者GPU来算的 这个显卡出的算力越大 它越耗电 如果是台式机就无所谓了 如果是手机就不一样了 一是它耗电 二是它会发热 还会担心续航 体验不是很好 所以我宁可用台式机来玩这种老的怀旧游戏 接下来看第六款渲染器 叫CRT乐天 这款渲染器也有很多人在用 但是我感觉吧 它有点白不磁烈的 还有点模糊 各位看看吧 接下来看一下第七款渲染器 它的名字叫NES Mini 这个NES就是任天堂的FC那个八位机 美版叫NES 为什么叫Mini呢 我估计这是它前几年出了一款NES Mini的那种 复古的小游戏机 可能是那里面带的渲染器 这个效果我感觉也还行 和刚才介绍的那个Easy模式 它俩有一拼 都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渲染器 其实我做这种视频玩这种复古老游戏 怀旧游戏 纯粹是兴趣和爱好 我感觉在玩它们的时候 其实不光是玩 在调它们这种画面的时候 完美运行的感觉的时候 还有看这种开机画面的时候 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能量 感觉特别的舒服 特别的放松 特别的解压 哪怕是看看它的开机logo 也很放松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最后一款渲染器 叫Pi P-I渲染器 这个渲染器 我感觉特别的烈化 画面又亮又有点暗 感觉没有厚重感 特别的轻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它们有人喜欢用这个风格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欢迎关注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Otai 我们下个视频见 稍规论转发